好,那我们回头看一下在56课中间有哪些这样的信息 表许多大量有很多短语 我们在本课中总结一下 哪些短语可以修饰可数名词负数 哪些短语修饰不可数名词 哪些短语既可以修饰可数名词负数也能修饰不可数名词 表示许多大量的含义 好,比如说 many,a great many 修饰可数名词负数 much,a great deal of 修饰不可数名词 a lot of 既可以修是可数名词负数 也可以修是不可数名词 OK 另外一些语言点 在路上是on the course on the course 在路上 那么以什么样的速度是 at a speed of at a speed of 以什么样的速度 一年一度,一年一次是once a year once a year 一年一度,一年一次的含义 而参加是tickpot in tickpot in 比较参加的意思 spend 比较花费 那么注意是人 可以花费时间,金钱,精力等 花费时间等 做某事是spend in doing something 那么说花费时间和金钱 在某事上是 spend time of money on something 用on加名词 in后面加doing 动名词 另外一个非常好的结构是 no less than less than叫少于 no less than 不亚于 那么双重否定 起来一个强调作用 have trouble in doing something 做某事有困难有麻烦 在末端 在尽头 在结束的时候是 at the end of at the end of 表示在末端 在结束的时候 另外 break down 表示汽车 机械等抛锚的意思 break down 表示抛锚 不工作的意思 ok that's for lesson 56